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針對十二派穆斯林的最新一中的襲擊 至少有十個人死亡 在中非共和國 法國軍隊在班吉尋求解除參與衝突的組織武裝 穆斯林與紀律圖之間的暴力衝突已經造成幾百人死亡 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他將會特赦著名反對派人士 前尤克斯石油公司的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 巴基斯坦批評孟格拉國處死了一名伊斯蘭領袖 他被裁定犯下戰爭罪行 達卡出現反巴基斯坦的示威 古巴人民將獲准購買新車和二手車 不再需要政府的許可 這是自從1959年革命以來 人民首次有權自由買車 尤其是水電擁石 尤其是水電操 了全海洋 尤其是主要的 抗牌 尤其是紓 感谢观看